大家好 这里是顶条视频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件让人气愤的事情 最近 湖南诸州的陈先生 遇到了一件让他头疼不已的事情 他辛辛苦苦买的新房 竟然成了微房 事情是这样的 陈先生购买了诸州某小区的一套新房 本来交房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但没想到 这房子的质量问题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陈先生在检查新房的时候 发现天花板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 他用木棍轻轻捅了两下 结果天花板竟然破了两个洞 水泥哗哗往下掉 这简直是对豆腐渣工程 这个词的最好诠释 更让人气愤的是 陈先生找到开发商反应问题 得到的答复竟然是 这只是小瑕疵 是水泥强度不够造成的 小瑕疵 这分明是大问题 如果这样的房子住进去 安全性能有保障吗 而且这并非个例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视频 展示了该小区多处偷工减料的情况 视频中可以看到 不仅仅是天花板 其他地方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这样的房子 怎么能让业主们安心入住 更让人生气的是 这个小区原本应该在去年9月份交付 但已经延期两年 业主们多次维权 却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方案 新房便微房 业主们的心情可想而知 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不禁要问 开发商的责任心在哪里 建筑质量的底线在哪里 业主们的权益又该如何保障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介入调查 给业主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和解决方案 毕竟买房是一件大事 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和安全 我们不能让这样的豆腐渣工程 继续存在 损害业主们的利益 在这里 我们也呼吁广大网友 如果你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大家共同努力 才能让房地产市场更加规范 让每一个人都能住上安心的房子 最后 我们希望这家开发商能够正视问题 积极整改 给业主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毕竟 诚信和责任是一家企业最基本的底线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者建议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下期再见